第26集 画 铃声响起请坐好 猪猪侠小夫子要开课聊 上节课我们讲了炎这个姓氏 今天我们继续讲百家姓中的画姓 说到姓画的人 就不得不提鼎鼎大名的神医画佗 哇哦 他和张仲景一双比谁更厉害啊 画佗和张仲景都在医学上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两位都很厉害哦 哦 猪猪侠我们快点出发吧 好 看我的 超级抱抱堂 快来帮帮忙 我们来到东汉了 哎哟 怎么下雨了 哎哟 我们快到那边的屋子底下躲躲 花大夫啊 我一到阴雨天就浑身酸痛 有时严重的连农活也干不了了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呀 能治好吗 小呆呆 坐在桌子前给人看病的就是画图 哇 您这是风湿病 是由于环境潮湿引起的 啊 这可如何是好 嗯 这样 我先给您开几味药 我回去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彻底治好您的病 好好 那就有劳华大夫了 哇 这雷声可真大 哎呀 今天的雨可真大 我得赶紧回家把门窗关上 啊 我想到了 哦 神医 你想到什么了 古书上说 流动的水不会发臭 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 如果人天天锻炼 让气血流通 就可以有效抵御潮气的侵蚀 哇 我要模仿老虎 野鹿 黑熊 山猿和鸟 这五种动物的动作 编出一套运动体操 舞琴戏 你回去天天锻炼 定能活血通落 浑身舒畅 华大夫 这套体操好有趣啊 我一到写作业就犯困 有时看几分钟就睡着了 哎 神医 这套舞琴戏对我也有用嘛 我也想练练看呢 这舞琴戏能帮助大家舒展筋骨 活动关节 坚持锻炼也能提高精神状态 小少年 这样就不容易犯困了 神医 我回去会好好地练的 谢谢华大夫 这就是华佗编舞琴戏的故事了 难怪有句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我以后也要经常地练身体 是啊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 如果长时间不运动 是会出毛病的 小夫子 所以您经常让我们多度脑筋 多思考 因为脑子不动也会生效 对不对啊 小呆呆啊 你说的没错 好了 下课铃声响 今天的课又要结束了 诸位弟子 我们下堂课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